说起娱乐圈里面的不老女神那可真的是多了去了 但是到了40多岁还像是一个少女的人 那真的是少之又少 今天小编所要讲的这一位女明星已经有43岁了 但是却还是显得非常的少女 那就是陈乔恩 对于陈乔恩想必大家一定都不会陌生了 可以说他真的很对了起《偶像剧女王》这个称号 美丽的外表 说话是文婉清柔的语气 甜美的让人融化的笑容 陈乔恩还拥有台湾女生婉约特质 出道已经20多年的她 依然保持一种少女的状态 无论是身材还是颜值都很难让人相信她已经有43岁了 如今的陈乔恩在90后的心中可以说是充满着回忆的 不仅长相甜美 而且演技精湛 自从2001年在台湾正式出道后 就开始接触演艺圈 当时的陈乔恩也是以偶像剧为主题的电视剧 成为了众人们追捧她的原因 在2001年出演个人首部影视剧《薰衣草碑》更多人熟知 之后凭借着王子变青蛙 命中注定我爱你让她活了一把 而且是非常活的那种 让许多人都很喜欢她 虽然早前的陈乔恩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经典荧幕角色 但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或许是2013年参演笑江湖中的东方不败 凭借着精湛的演技 也让东方姑娘成为无数人青春的回忆 而最近几年时间 陈乔恩被很多观众和网友关注着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单身贵族陈乔恩终于找到自己的白马王子了 众所周知 陈乔恩和男友阿伦是在《女儿们的恋爱》这档恋爱节目认识的 在节目中 阿伦公开向陈乔恩表白 二人迅速坠入爱河 感情不断升温 经常在大众和社交平台上大秀恩爱 随着两人从相识相知到相爱 这档感情也总算是修成正果 在去年三月份领了证 可以说是非常幸福甜蜜了 但在起初二人的恋爱并不被大家所看好 要知道陈乔恩和艾伦是典型的姐弟恋 女方要比男方大出整整9岁之多 而提到年龄这个问题上 陈乔恩如今也已经有43岁了 属时一位大龄生女 而艾伦也只有34岁呢 不过看到两人经常秀恩爱 情人节送花等甜蜜的情绪 看得出感情还是相当稳定的 但按照陈乔恩这个年龄 在生育方面可能会面临很大的挑战 外界都以为两人在一起后会积极造人 期间也传出过很多次陈乔恩怀孕的消息 但每次都被他本人否认 如今也与艾伦携手参加综艺节目 妻子的浪漫旅游 这档节目还有三对夫妇 那就是路易夫妇 郑君夫妇和郑凯夫妇 而看到其他三对夫妻都有孩子了 陈乔恩就忍不住催促艾伦 咱俩什么时候生孩子 因为陈乔恩已经40多岁了 早点生孩子能够更好地恢复身体 没想到夏淼艾伦害羞地 吻了吻她的额头说 不着急 这一幕连一旁的刘云都羡慕住了 最后祝愿陈乔恩和艾伦两人 能够一直幸福下去 也希望他们两个快快生一个可爱的小宝宝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 请不吻